《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受著冬魔鬼和風的影響 香港今早天氣都挺涼的 如果看回國區早上最低的氣溫 就大概有21至23度左右 天氣除了涼一點之外 下午天氣都挺乾燥的 如果看回下午國區的傷害濕度 都是百分之六十或者以下 日間的時候陽光相當不錯 從環瀾島看出去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景象 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整個廣東地區普遍的雲量都是比較少 所以日間陽光都相當充沛 我們預測未來這幾天這個情況就會維持 首先看回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報 我們預測晚間會有一兩陣雨 明天就會是大節天晴 氣溫就會介乎23至28度 風過方面就會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明天稍後風勢就會是間中清靜 展望方面我們看回風場預報可以看到 未來的東北季後風會繼續影響 雲南沿岸地區 受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從雲量的預報可以看到 我們的雲量依然都是比較天小 所以陽光依然都是挺充沛的 所以展望方面我們預測 除了隨後兩三天仍然都會大節天晴 加上日間氣溫已經沒有之前那麼熱 所以大家不凡可以安排一些戶外活動 今晚的天氣報告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